您敢相信吗 一座寺庙连续86天 每天杀生煮肉 对于一个寺庙来说 这可是绝对不允许的 可罗汉寺此举 他不仅得到了白纳伊 还被后人们广为称颂 罗汉寺呢 他是比丘寺 近女色 近雪光 近婚姓 但是罗汉寺的住持 肃权法师却带头连破三界 却被后人连连称赞 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答案就藏在里面的一块石碑之上 现在穆子呢 就带着你们走进去 了解这段传奇的故事 走吧 咱们进门之后 首先看到了一尊弥勒佛 他永远是一副开心的表情 那么是什么意义在这里呢 他在这里啊 欢迎着每一位 来到这里的善男性女 而且大度能容天下 难容知识 开口便笑 笑天下可笑之人 那穆子呢 也祝福你们都能够 每天开开心心 进来之后 咱们首先看看这块神秘的石碑 上面清晰的刻着 108个人的名字 2008年的5月12日 下午2点28分 四川发生了八级特大地震 石房市和妇幼保健院 被定为了微房 30多名代产的孕妇 必须要转移出去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医院负责人 决定为这些产妇们呀 寻找一个护他们周全的地方 但是他们找遍了整个的石房市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建筑物 但神奇的是呢 罗汉寺却在这次的地震中安然无恙 可是从古至今 也没有把产房搬到寺院的先例 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 医院负责人不得不硬着头皮 敲响寺庙的大门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罗汉寺的住持 肃权法师想都没想 竟然呀 一口答应了医院的请求 在当晚罗汉寺 就有一名高危的产妇即将临盆 正在这几要关头呢 又突发大雨 临时帐篷呀 也不管用了 而且孕妇呢 浑身被打湿 满心绝望 她只能一生生的哀求老天 雨快些停吧 情急之下 肃权法师呢 就把平时给菩萨 这样的棚子都给拆了 搭建起来呢 给孕妇来挡语 这一举动 彻底惹怒了一众僧人 在很多的僧人看来 这属于大不敬 但肃权法师呢 只说了四个字 先顾活人 她约一人来承担 佛祖的降罪 由于人员不够用 她还亲自呢 帮助医生来照明 其中僧人 这才纷纷过来帮忙 找来寺内 所有的手电 组成了简易的手术灯 以肉体为墙 为孕妇来遮风当雨 5月13日凌晨 伴随着一声哭泣 终于迎来了 罗汉寺历史上 第一个在此诞生的新生命 此举让现场所有孕妇们 都看到了希望 接着越来越多的孕妇 带下了新的生命 可孕妇呢 生产之后呀 进入了哺乳期 孩子们和孕妇呀 都急需要加强营养 一天三顿素食根本行不通 在三思考后 速选法师再次做出了决定 让所有人呀 都想不到的是 他批准在寺院内 杀鸡炖肉 为孕妇们来补充营养 允许众人在寺院里煮肉进食 这就是善之所达 百无禁忌 恐怕历史上也只有罗汉寺了吧 不仅如此 他还无条件的提供了生活物资 甚至把寺院里的饭堂 和禅床全部腾了出来 无条件把寺院能用的东西 都提供给了灾民使用 500条棉被 300张床 寺庙最多时容纳了 2000多位灾民 九十素斋的僧人 闻到了昏腥 纷纷呕吐 白天素权法师 强忍着不是 晚上呢 就在佛前常跪忏悔 杀生为户生 斩业非斩人 善之所达 百无禁忌 不知道是不是 素权法师的做法 真的受到了诸天神佛的肯定 两个月后 上天用一个震惊世人的奇迹 回应了他的虔诚慈悲 罗汉寺中收留所的孕妇呀 居然奇迹般的 诞生了108个婴儿 没错 就是108个 不多不少 正好对应寺内的 108罗汉 素权法师感叹这个数字 并不是偶然 而是天意 一切早已注定 这是罗汉寺和所有孩子们 今生的缘分 因此人们 把这些孩子呀 称之为罗汉娃 罗汉寺的僧人们 在这场灾难当中破戒了 他们让佛门种地 沾染了昏腥与血光 却被所有人称赞 因为在大灾面前 他们破戒并不是罪孽 而且呢 见死不救 反而才是 虽说佛无定法 但消除众生的苦呢 却是永恒的奥义 在面对众生疾苦的时候 素权法师与其他僧人们 放下了佛门的清规戒律 只为了他的生命 可以延续 小小的罗汉寺 在天差地线中 承载了108个家庭的新生 这些救苦救难的活佛们 慈悲为怀 这座百年古寺 在经历重大自然灾害后 仍然屹立不倒 仿佛是上天 冥冥之中 要他们在这里拯救苍生 三年之后 为了感谢素权法师的慈悲 108位罗汉娃齐聚罗汉寺 母亲们各自 从曾经包裹罗汉娃的僧衣上 剪下一块布料 清洗干净之后 为素权法师缝制了一件百纳衣 这看似一件简单的百纳衣 她的背后承载的大爱 素权法师大爱在言行中 在心中 在行动中 他始终坚持着佛门慈悲 这四个字 利于身 行于己 即使他破戒三条 他也仍旧 值得所有人去敬重 他也牺牲小我 成就了无数人 温暖感化了无数人 只有这样的人 才是人世间真正的得道高僧 真正的慈悲为怀 看完素权法师的故事 您心中是否有所感触呢 都被摸得包浆了 非常的亮这个位置 这里面就是人文始祖 福西故里 甘肃天水 据说这里面呢 有一尊真实的福西塑像 福西是中华民族的 人文始祖 位居三皇之首 百王之先 据说福西呢 它是人手蛇身 德行高远 创造的文明 在华夏大地 传播开来 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河 今天穆子呢 就带着你们走进福西庙 去看看福西 到底长的什么样子 走吧 这呢 就是福西庙的大门了 咱们现在从这里呢 就走进了福西庙的大门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那些参天古百 这些古树呢 大部分呀 都已经是上千年的树林了 而且庙院里边呢 原来种植的是八八 又是四棵百树 它们按照八卦演化顺序排列 咱们呀 来到当地才知道 听本地人说呢 传说这些树啊 它们能够听懂人言 而且呢 能解福西之夜 古人便按照天干地之 循环之法来套一棵树 每年呢 选出一棵百树来植斑 据说呀 轮到植斑的树 它就变成为了神树 也就是福西的代表 每年的正月十六呢 是福西诞辰日 人们呀 还在福西庙内的树上 贴红色纸人来祈福消灾 那么这些善男信女们呢 会用红色纸剪出纸人 把纸人呢 再贴在神树上面 来祈求身体健康 平安一生 在福西庙里面呢 更加神奇的是呀 还有一棵树 长出了像眼睛的器官 你看见没有 据说呀 摸摸这只眼睛呢 就能够去病消灾 因此呢 这里呀 经常有信徒 你看来到这里来摸一摸 现在呢 都被摸得包僵了 非常的亮 这个位置 传说只要是能看到这只眼睛 或者摸上一摸的话呢 就能够福气满满 健康长寿 那牧子呢 今天呀 也在神树面前 祝福看到 神树的家人都能够 身体健康 好运连连 福气满满 大家快看 这间大殿呢 端坐的就是福西的坐像了 你们看 这福西呀 它和民间口口相传的福西呢 长相是完全不一样的 相传福西是 蟒蛇的身 鳄鱼的头 熊鹿的脚 还有蒙虎的眼 红里的鳞 巨蟹的腿 苍蝇的爪 白沙的尾 长须精的须 而且福西呢 还创立了中华民族的图腾龙 龙的传人呀 由此而来 那么福西呢 还创立了男娶女嫁的婚配方式 取代了人类的群婚制 这也是人类史上婚姻制度的一大变革 还有进步 还有养残画布 改善衣着 史料记载福西画残 人类早期呢 是穿什么呀 他们当年啊 用树叶子呀 还有树皮呀 来充当预寒衣 而且福西呢 养残画布 教人们用蚕丝 织物 还有这个纤维纺织 编成网 织布 然后再缝成衣服 不仅使人们抵御寒冷的能力 有了提高 而且文明程度呀 又进一步发展 另外在福西右侧呢 还有一只龙马 相传呀 洛阳东北四十里地的 黄河边上的梦京 有一只怪物 而且呢 它是龙头马身 头上呢 还有一对麒麟的脚 这个怪物呀 不光长得庞大 而且呢 跑起来呀 非常的快 它一张嘴 就能够活吞掉一个人 在民间兴风作浪 伤害百姓 导致百姓呢 都不敢出来干活了 而且当时庄稼呢 没有人去收 导致田地荒芜 民不聊生 百姓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结果怪物呢 被福西所降服 它就是传说当中的龙马 而且福西呢 当年也没有杀掉它 龙马后来为了报答恩情 就献给了福西一块玉板 上面呀 有许多黑色的点 而且呢 黑点呀 又像组成了什么图案似的 可是福西呢 一时之间 他也琢磨不透 当年啊 他去询问了龙马 龙马只说 它是黄河中的一件宝贝 至于上面图案 说我也闹不清楚 那么此后呢 福西呀 就把这件宝贝呢 叫做河图 这个再后来呢 福西与那龙马 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龙马也不愿再回黄河了 他就在离他岸上不远的 一个沟里面 就住了下来 这个沟呀 当年呢叫做黑龙潭 龙马呢 就尝到那里去饮水 这福西呢 也经常去看看 跟他友情深厚的龙马 这有一天 福西细看龙马 身上呀 长了许多花纹 再琢磨河图上的图案呢 一下子就悟出了八卦图 不久 福西就在梦经老城以西的 两个村庄 给老百姓 讲起了这个 他的八卦图的意思 这个呢 叫做河图洛书石盘 堪称五字天书 它是由黑点和白点组成的 代表着阴阳 懂行的人呢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世界的变化 自然真理 观察世界 观察万物 而且研究洛书的人呢 是非常多的 每个人看到洛书的时候呢 他们看到的和感知到的也完全不同 因为里面那容呀 实在是太广泛了 它不是一般人能够研究透彻的 福西庙的太极殿呢 是明朝的嘉靖二年 1523年创建的 在清顺治 乾隆嘉庆 还有光绪几代 履经重修 太极殿对称的龙凤剑窗木雕最为壮观 但是由于装修呀 可能看不太清楚 而且呢 它雕刻也最为精美 这对龙凤剑窗 木雕不见木 堪称是木雕花窗中的极品 采用的是镂空雕刻的手法 是由多块油松木板 经过加工处理之后 相互拼接成的 一个正方形 你看龙口呀 大张 而且呢 朝向凤的方向 身上的云林样文饰呢 非常的漂亮 而且雕刻的呀 非常的细腻 前额还有双木呢 是突出的 身为鹿角形象 四肢呢 向鹰的着指 而且曲张有力 采用的是明代木雕中的 天水雕刻技法 传世至今的佳作 距今现在呢 已经是有500年的历史了 这里面就是看一眼就少一眼的 千年佛门圣地 水鹿庵 备于中国第二敦煌 据说这里面有3700尊 栩栩如生的满唐悬塑 也是唐僧师徒四人 历经9981年 才抵达的西方佛国世界 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你看 这里面名为水鹿庵 而且呢 住的他却是和尚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 今天大家可以跟着木子 走进千年古叉区 一探究竟 出发 水鹿庵 始建于随开煌的14年 位于西安市的蓝田县成东的王室山脚下 你看这里风景绝佳 非常漂亮 又是六朝古叉 而且呢 由于他三面环水 形状像一个孤岛 又有青山为伴 河水滑流 所以被称之为石鹿庵 因此呢 这里面啊 住的都是和尚 没有尼姑很正常 后来秦藩王叫做朱淮卷 用了五年时间 将这里修建成他们自己的家庙 咱们进入庙门 首先看到的是一尊笑口常开的米勒佛 他慈悲宽容 乐观豁达 大度能容 容天下 难容知识 开口变笑 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形象 那么这种精神呢 鼓励人们抛弃世俗的物语 追求真理和自我的完善 而且呢 要以慈悲和宽恕的心 对待世界和他人 水鹿庵最著名的便是他 琳琅满目的闭塑 别眨眼 现在将会带给您一场视觉盛宴 您快看 大殿的墙壁 房梁 柱上 速满了三千七百多尊人物 以及自然万象的塑像 这里被誉为天下第一彩色连环壁塑 在几一百多平米的小面积上面 这么多精美绝流的泥塑 真的是太震撼了 有人说 这里是众宣奇聚 各路牛鬼蛇神千字百态 满堂悬塑 让我感觉置身佛国世界 就算是当年孙悟空来了之后 也需要一片天 你们看那里 他采用的是连环化的形式 演绎了释迦摩尼 喘起了一生的故事 十分的生动逼真 这个殿内泥塑 有山有水 还有桥梁 园林 瀑布 亭台楼阁 和殿雨 宝塔等建筑 有诸佛菩萨 二十四诸天 五百罗汉 千人听金图 释迦摩尼 涅槃塑像 还有鸟 麒麟 兽等 整体布局唯妙唯俏 充分显示了我国 古代工匠的高超艺术 和他们丰富的显像力 您看 这就是孔雀成佛以后的形象 身后是孔雀明王经典的故事 虽然现在泥塑 已经被破坏了许多 但可以想象 当年也是很壮观的场景 满墙的悬塑 小的 仅有拇指般大小 而且繁而不杂 自然有序 整个殿内 坟采装栏 精美绝伦 呈现出了 佛国金碧辉煌的 迷人景象 寺庙叫做水路庵 但是却没有尼姑 他只有和尚 这叫人听起来 好像有点反常 最终的原因是 因为历史上 乌珍寺被毁之后 所有和尚呢 都住在了下面的乌珍寺 那么这座寺庙呢 它始建于是1563年 虽然说水路庵的面积 并不大 规模呢 也不算宏伟 但是在这里 有着数以千计的彩速 让许多 善战逊女们 流连忘返